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当地小有名气 两人相恋两年感情稳定 今年的四月份 田芳更是如愿生下一个儿子 可是正当他沉浸在为人母的喜悦中时 正在哺乳期的孩子却被男友的母亲强行抱走了 而且更为蹊跷的是 奶奶抱走孩子之后 孩子便失踪了 至今为止 杳无音讯 那么田芳和男友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奶奶为何要强行抱走孩子 之后孩子又去了哪里 为何不知所踪呢 田芳给我们发来了孩子被抱走当天的监控视频 近期 田芳打电话给寻情小组 说自己的孩子被男友的家人强行抱走 之后便不知所踪 这是怎么回事 田芳发来了孩子被抱走当天的监控视频 监控视频显示 走在最前方的中年女子抱着一个棉布裹着的婴儿匆匆地离开 她的身后还尾随着两名壮年男子 他们是谁 又为何要抱走田芳的孩子呢 事发当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记者赶到田芳家中 这个面容憔悴 满脸焦急的女人就是失踪孩子的母亲 这个面容憔悴 满脸焦急的女人就是失踪孩子的母亲 这个面容憔悴 满脸焦急的女人就是失踪孩子的母亲 他告诉记者监控中抱走孩子的中年女人不是其他人 而是男朋友的母亲吴飞 8月11号下午5点 吴飞带着两个朋友从田芳家中抱走孩子 之后孩子便彻底不见了踪影 那么他为什么要以这种方式抱走自己的孙子 他又为何要阻止母子相见呢 说着 田芳哭了起来 怎么 你哭什么呢 因为我想他 等到当时抱走的时候其实你也在家里是吧 我在家里 他敲门 就像你这样敲门我就给他开门 他经常过来看小孩子 他就过来敲门下面我就给他看 然后我给小孩子转个地方 然后小孩他会爬 我怕他摔倒就放到这个地方让他玩 我就看电视他就在这里玩 然后他妈妈进来了 他说 那小孩在哪里 我说在那个地方 然后他说 那让我抱一下 就抱着 把小孩抱着就让我去走 事发当天 田芳在家陪伴刚满百天的孩子 男友的妈妈吴飞带着两个朋友 以看完孩子的名义进入田芳家中 抱走孩子后 就立马在两名男子的掩护下离开 之后孩子便离奇失踪了 田芳为男友奋力产子 可等来的不是一纸婚书 反倒是孩子失踪 在田芳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男友的母亲到底把孩子抱去了哪里呢 田芳带记者火速赶往罗家所开的医院 这个三层楼的建筑就是罗家的私人医院 附近区域更是被罗家用来拓展医院发展 医院员工近百人 门诊 住院都画得十分清晰 而在医院门诊处 我们见到了孩子的父亲 罗晨 之前开始有这种泽 conserve ��才是提的 男朋友是吗 不是 locum 去了 陽王 这几個月 那天是 2005电ή 你快门渺姻 旅贿火 女神 恰到 Kitty 刚一见面 还没等田芳开口说话 罗尘便迅速离开 静止走向了门外 两人见面显得很是陌生 这是怎么回事 这对情侣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又是否知道孩子的去向了 你走什么呢 他小孩去哪里了 你不知道你是不知道 见到女友田芳 罗尘显得很是慌张 当我们问及孩子的去向时 作为亲生父亲 他居然对此毫无知情 难道孩子并非留在了罗家抚养 如果罗家不想自己抚养孩子 他们又为何要抱走孩子呢 孩子被奶奶抱走之后 究竟被送去了哪里 无论我们如何追问 罗尘时代不可能正面回应 最后他四处裸闪 迅速消失在我们的世界中 罗尘到底在逃避什么 这对情侣之间 这对情侣之间又到底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田芳太记者来到罗姆的院长办公室 我家里我自己我有媳妇 我的大媳妇也很懂事 她是医院的总副寺长 也非常情话 她所谓办事也非常认真 她所谓办事也非常认真 那么对她这个事情的出现以后 我的媳妇也对她也非常容忍下去 家庭都有一个家呀 你把人家家破坏 你说我不喜欢 你要是我是正位的媳妇 我不喜欢你 是我的错 那么我有错吗 我应该是喜欢吗 是不喜欢的 比如说她破坏你们家庭 是吧 她破坏了我们的家庭 把我的媳妇逼得走投无诺 罗尘的母亲吴飞 是这家医院的院长 面对我们的来访 她激动地表示 有话要说 她告诉我们 她原本有一个美满的家庭 儿子罗尘是医生 儿媳是医院的护士长 两个人既是夫妻 又是工作搭档 婚姻事业双丰收 可是田芳的介入 破坏了这一切 我把她的情绪 你们看一看 她要逼到我的媳妇 潮楼 逼到我的媳妇 潮水闻死 潮楼打死 逼到我的媳妇 车子碾死 对吗 记得 是她说的吗 你问她自己 她在这些话吗 问她 问她 要她说呀 你说过这些话没有 因为记者是你 我现在被她说不上 她慌的情绪 你们就回去看 好 那你让我看一下好吧 回去看 吴飞愤怒地说 田芳作为第三者 不但不知悔改 反而胁迫儿子罗宸离婚 这在吴飞看来 现在的家庭 之所以智力破碎 正是因为田芳在其中挑拨 听到这种说法 田芳弱弱地站在一旁 默不作声 你就问她 她现在是一个重婚症 你们知道吗 为什么说成了重婚症 她是有老公的 她是有两个孩子的娘 她当我这里破坏我的家庭 我能喜欢吗 记得 她说的是真的吗 说你就是 你们她 超足他们家庭 她儿子的家庭 我们讲话 都要讲实实在在的 你们所记载到我这来 我很高兴 我很喜欢 把这个事情 她也吵得也好 我也不信 你要明白 为什么 因为只有这么些吵 也才能把当励狗明白 原来田芳同样也有 自己的丈夫 家庭 对于吴飞的指责 记者的询问 她到底是怎么想的 如果田芳真的破坏 他人的婚姻 她为何还要生下这个孩子 吴飞抱走孩子 又是怎么打算的呢 我们一直有请他 公职认身 她不凭公职认身 要公职认身 他们在 找到我的时候 已经有七个月了 您让她公职认身的时候 是她已经怀孕七个月了 求我讲 不是 她已经三四个月的时候 我的小孩 跟她做工作 做不懂的 两三个月的时候 做不懂的 而是她很多的朋友 就当着这一个 是最清楚的一个 做不懂的 要她银产 银产有没有小孩 是不是没有小孩 是不是 必须拿出三十万 摆到别人以后 就能手术 吴飞告诉记者 她曾经提出 要银芳终止认身 可银芳却要求支付三十万 才肯答应对方的要求 最后 双方没有达成协议 银芳毅然决然地生下孩子 这时 吴飞突然拿出一份 抚养协议 你们看 你们好想看一看 我们做所说 做事情 都是有道理的事情 直接抚养到成年 抚养费由 承担 二 由 承担 抚养四万元的营养费 三 抚养期间 拥有碳食孩子的权利 就是现在确实签了这个协议 是小孩由你们家是抚养的 是 你们看吗 我们看了 看吗 看了看了 看我 看我们 你说不是原谅化了 嗯 你们好人看了 这上面签名是你签的吧 你问他呢 包括这有个手印 是你按的吗 私信是你做的 是我做的吗 而是这个协议是几十签的 你们看一看 这个协议是几十签的 你们看 这个十签是几十签的 十签的 你们看一看 这个协议签的这个有包 我都不要啊 这是一份关于非婚生子的抚养协议 协议上明确表明 田方为罗晨生的孩子 由罗家抚养 并且支付田方四万元的营养费 并且收条上还留下了田方的手印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孩子并非无非强行暴走 而是双方早就达成协议吗 若真是如此 那么田方现在的所作所为 又是何目的呢 第二天是他签完这个收条 他拿来的钱 他按完手印 然后同意给您自己抱走的 是呀 是这样的 你听我讲 我看你怎么去刷 你看你刷什么 签协议时候 那个那个军事账说的 他说 你先把这个协议给我签了 你的小孩在你手上 你这么蠢啊 你小孩不给他抱住就可以了吗 你签他协议签 废级一张 那那个收条是十一号的 上面写了日期啊 收四万块钱的收条 你还盖了 按了手印的那个 我也没看日子是 十号协议是十号签的 十号晚上签的 收条什么时候签的 收条啊 收四万块钱收条 他说先把小孩抱走了 在那个反正再付那个营养费的 是这样子 早上就是十号 那不就是你让他抱走了吗 我让他抱走 小孩是在家里啊 在地上玩 然后他敲门 敲门然后进来进来以后 不是的 这事情啊 如果你是觉得这个小孩不让他抱走 你就不应该收这个钱 懂吗 他这先把小孩抱走了 我打电话给他 他说再尝下去了 吴飞十分肯定的说 正是因为田方签署了这份协议 并且按照协议收款四万元的营养费 所以他才会履行协议抱走孩子 可田方确证变道 他是被罗家的律师诱导 哄骗才会签署这份协议 谁真谁假 孰是孰非 既然协议表明 孩子归有罗家抚养 可现在孩子为何会离奇失踪呢 吴飞抱走孩子之后 究竟把人送去了哪里 田方今年37岁 从事医药代理工作 2014年 他开始给罗家的医院送货 吴飞是这家医院的院长 儿子罗成是这家医院的医生 因为工作之变 久而久之 两人便产生了情感 今年的4月份 田方生下儿子 之后吴飞以看望之名 抱走孩子 此后孩子不知所踪 可当巡旗小组赶到罗家医院时 吴飞却斥责田方 是因为贪恋罗家家大业大 所以故意破坏儿子的婚姻 企图逼死儿媳 难道罗成避而不见 真的是因为田方 破坏了他的家庭吗 若真是如此 吴飞抱走孩子的目的 又是什么呢 这一份突如其来的抚养协议 又到底是怎么回事 长期公居 她是老公一直在帮着 我们在一起 怎么现在也还没有一个 离了吗现在 现在反正就是 还没办手去 还没办手去 那你们有孩子吗 有啊 孩子多大了 孩子 十二岁还没有买 您觉得你对不起自己的丈夫 也对不起同事 对不起你男朋友的家庭吗 田方和丈夫是初中同学 两人结婚十五年 有两个女儿 大的十二岁 由她抚养 小女儿六岁 跟父亲远在广州生活 她承认 因为丈夫常年在广州工作 所以两人的感情日渐大漠 可即便如此 她又怎么能婚内出轨 跟罗成成为情侣呢 她做出众叛亲离的举动背后 到底是何原因 2015年的11月份 她爸爸 我去送药 然后 只有她在那里 她就叫我 我进门她就叫我 她说 小鸭头你过来送话 我说 我说你脑袜呢 她说我脑袜出我女友了 我说 我说什么时候回来 我也是找她 她有什么事找我 你不找我的话 这个医院以后 是我是接班人 有什么事找我 你把我关系搞好了 你以后又可以 小鸭头进来 田方从事医药代理的工作 而男友罗晨家中 经营着一家私立医院 刚开始 两人指示工作上的业务往来 久而久之 两人便互生好感 为了能保持长久的业务合作 田方经不住诱惑 在背叛家庭的道路上 越行越远 这个是你男朋友的妈妈 找律师来跟你签的 当时律师给我是这样说的 她说挪家 家大孽大 你小孩到时候 可以分得到几百万 最少可以分几百万的家产 你带小孩到时候 给不了小孩好的教育 然后今天来给我做工作 找了一个律师 我想为了小孩的话 再说她又说 这个协议你签了 签了你小孩不给他抱嘴 就没事 在田方生下罗晨的孩子后 罗家的律师经常来给他 做思想工作 他天真的以为 即便签下协议 只要孩子不交给罗家 就能为儿子谋划 一个美好的未来 同时也能办他左右 却不知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既然田方是自愿签下协议 那为何现在又反悔了呢 它上面写得很清楚啊 小孩直接由你男朋友抚养 怎么可能不为他抱走呢 你签这协议就代表 你同意小孩由你男朋友抚养啊 他是说 我可以天天看小孩啊 在小学那个房子 那现在小孩不知道被抱到哪里去了 也不在那个房子里 还在 协议之前 罗家的律师告诉田方 已经给孩子买下了一套房产 田方可以每天去看望 可自从孩子被抱走后 孩子却离奇不见了 那么孩子现在究竟在哪儿 这一切 难道孩子的父亲都不知情吗 就在这时 罗晨打来电话 要求跟记者单独聊聊 这种狗是什么原因啊 他当时长那个律师 因为当时小孩的行业 你要想小孩 这样你抱着我能抱走吗 我会到你心里把这个小孩 能抱着走吗 抱不住 是吧 因为当时他钱的律师是说 他能得到42万 当时他的律师就一散 他小孩给我 他可以得42万钱 为什么呢 这我不知道是律师删的 最后他签的律师 我也签的律师 律师和律师按照法律程序 他能得到4万多 罗晨告诉记者 一开始田方想从中获利 则主动提出孩子归罗家抚养 可最后律师协商 田方只获得了4万元的营养费 所以现在田方反悔 意图要回孩子 既然在罗晨看来 这段感情并不纯粹 那他为何不及时终止这个错误 反倒不顾16年的感情 背叛家庭呢 你是那个时间里跟你老婆 他的注意力还是在打开上面 没有给你不够的关心了 对吧 就让别人有机可乘了 可以这么说的 罗晨为自己的行为懊恼不已 曾经由于生意失败 他有了酗酒的习惯 可是妻子并没有及时 给予罗晨想要的关注 夫妻之间也就有了隔阂 再加上田方温柔漂亮 善于交际 能给予他足够的存在感 两人纠缠越来越深 他有个非常 你打电话就是打电话 晚上两三点钟 就打过手机 因为我是当医生的 我有病人 我手机是不能关系的 你打都70个 50个 我不接就这么 一直打一直打 但是我又不能禁止你 因为禁止你睡觉了 病人给你打电话怎么办 好 说完了 逼着我去跟他解释 知道吧 时至今日 从罗晨的说辞中 我们听到了满满的怨怪和推陷 他把所有问题 都归咎于田方执意生下孩子 可是殊不知他自我放纵婚内出轨 才是今日之由头 如今孩子尚且不知去想 罗晨的妻子又发来短信意图轻生 事情究竟该如何解决呢 记者和罗晨火速赶往妻子的娘家 我们今天问他 他就七天没睡觉了 没睡觉了以后 他就说 经常半夜打电话 你懂得吗 经常半夜两个人 半夜打电话 发视频 他生了孩子以后 也经常会的发视频 他还不承认 还没有联系 我真的 你那个微信 搞那个私密 我每次都 只要你喝酒 我都进去了 密码我也想 一天 半夜的时候 转中三点钟也打电话 一直在骚扰 但是 但是你还拟他 此刻 一无字的娘家人 都面色沉重 罗晨的妻子林湘 哭得泪眼婆娑 林湘出生农村家庭 2001年 他来到罗家的医院上班 因此跟罗晨相识 通年 两人结婚 16年的婚姻 他为罗家生育一儿一女 罗晨的事业越来越好 丈夫的心 却越走越远 在那儿挤着我给你个 林湘她的迷失 她的妈妈 她的亲妈 为什么她也在这儿 她的亲妈妈 前几年 我们都会发一个女生 当时 她在这个房间里 一下子就垮了 把她妈妈当时又扎死了 一个一个人的心 是怎么了 她一个亲妈妈不在 她的心呢还是 红闭了 红闭了 所以她都什么事都憋着 现在就憋坏了 她一来了就哭你来了 现在马上就崩溃了 林湘早年失去了母亲 从小没了庇护 她的性格脆弱而沉默 遇到困难挫折 都憋在心里 所以就算丈夫伤透了她的心 她也只是默默哭泣 再加上 夫妻俩有一双可爱的儿女 她也处处诸多忍让 你是确定你看到了是吗 是她是吗 是 那肯定呢 要的有一个就是 要的有个乘客还帮他送东西送货 还帮他忙帮他做饭什么的送东西 都安排的那个人 他专门安排的 他就自己 他自己不出面嘛 他就要那个人就中间就这个人转 但是他们两个一人联系 联系就再安一个人中间安一个人 但是最少人讲 最少人最少人 起码讲 我和他闯了没那个 他就专门闯祸 但是没有改决闯祸的那个人意 事实上 这一段婚姻从一开始就并不对等 林湘出生农村 性格内向 而罗晨家境优越 没吃过苦 缺乏自律 两人家庭条件悬殊 性格也有天壤之别 林湘嫁到罗家后 并没有足够的话语权 所以早在去年 得知丈夫和他人有暧昧关系后 他选择了隐人 直到一次罗晨的酒话 使他忍无可忍 濒临崩会 在一个多月前 罗晨和母亲吴飞 就开始以各种方式 试图说服林湘 接受他和田芳的孩子 这使林芳苦不堪言 也正是因此 他不愿再继续 在这个家庭忍气吞声 难道正是因为林湘 无法接受这个孩子 孩子才会不见踪影吗 孩子究竟去了哪里 一边是相恋16年的伴侣 一边是至亲骨肉 罗晨打算怎么办呢 那你的意思就是从现在起 你再也不跟那边的人联系了 你也不跟外面别的女人 有任何瓜葛 对不对 可以做到不 好 喝到一个家 你能拿自己从来 可以做到 你有看到我看到我 我表现要不得 然后说说 爸爸妈妈上会看到我 我真的表现要不得 或许知道妻子 真正准备离开的这一刻 罗晨才意识到 自己错得有多么离谱 差点因为一时之快 而众叛亲离 为了维护这个家庭的完整 他提出将孩子还给田芳 希望换回跟妻子 重新开始的机会 随后 罗晨便和母亲吴飞 及其律师下楼写下承诺书 三 保证不与其他一人 一人又人活不正当交往 四 保证本人正常账办 并保证没约跟 无钱人 消息无钱人 张白龙子 若保证本人遇见 所存小孩 经还原判决后 总样的 以县城 以死县县城 八十公里以外 有他人抚养 十分钟后 这个摇摇欲坠的家 总算安定了下来 可承诺书中 对于田芳的孩子 抚养一事 竟然改成了 若孩子的抚养权判给罗家 则将孩子送到八十公里以外 有他人抚养 这是怎么回事 眼下孩子到底在哪里 难道他真的已经送交别人抚养了吗 一段错误的关系即将终结 田芳又有何打算 而这个无辜的孩子 又该怎么办呢 罗承和林湘结婚十六年 一个是医生 一个是护士 两人孕育了一儿一女 家庭事业双得意 可谓是羡煞旁人 可由于罗承早年投资失败 被骗走了上百万 他开始酗酒 进入人生的低谷 而碰巧田芳的温柔使得他踏入深渊 如今林湘强忍住内心的痛苦 同意原谅丈夫 罗承也愿意回归家庭 这个摇摇欲坠的家总算是保住了 可是这个孩子怎么办呢 为了挽回家庭 罗承承诺将孩子送到八十公里以外 交由他人抚养 当然这是违背法律和道德的 那么罗家为何宁愿将孩子送养他人 也不愿意交付给他的亲生母亲田芳呢 现在这个孩子究竟在哪里 这一段错综复杂的关系 最后应该如何了结 我现在不是说 我现在不是说 我现在很痛苦 看不到小孩 我现在就说 我也没想和第一和错 我现在只要见到这个小孩 田芳做事冲动不计后果 抛扶弃子背负骂名 最终感情破裂 伤痕累来 却仍然没能换来他的凡人醒悟 可是作为成年人 就得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就得为自己的自私和背叛 付出代价 可是如果这个代价 是要落在孩子身上 他又何其无辜 为人父母又何其残忍 现在一看到这些玩具 就想到你的孩子是吗 我不是看到玩具想到 我这每一位 每时每刻我都在想它 每时每刻都在想它 那这又回不来 又找不到他 到底在哪里 我现在只想找到他 此刻田芳涕泪横流 说想孩子 我们愿意相信他此刻的真心 可是婚内出轨 犯下大错的是他 不顾众人劝阻 迟疑生下孩子的是他 签下协议 自愿把孩子送由罗家抚养的 也是他 他的自私和无知 伤害了孩子 如今纵使悔悟 又有多少意义呢 刚刚才满百日 正在哺乳期的孩子 离开母亲已经一个多月了 他在哪里 他还好吗 难道罗家真的将孩子送养了吗 如果他们容不下这个孩子 他们又为何执意带走他呢 为了找到这个孩子 我们再次约双方 见面协商 少有理智人都过数人 不过这么做 最少一点 不会搞我强 他都起码的东西 你把我强迫出呢 好不好 你把我强迫出呢 我不是跟你说过 我把我强迫给你 给你强迫 你想去看小孩可以 你就是搞我强迫之后 去看小孩 你还在那社会上人去 你还去到石门县派的所 说我妈抱着这个小孩 你做的不过鱼 我每慈善一次 他就等我一次 罗家一共两兄弟 从小家境优越 再加上他有体面的工作 不菲的收入 罗晨对待这份 与田方不体面的关系 更是态度轻挑 他们都各自背叛了家庭 他们都计较得失 权衡利益 如今谁的过错更多一点 谁又应该承担主要的责任 这种埋怨和指责 又有什么必要呢 那我问你一下 他那个协议的 签协议的事情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是签完之后才知道的 我真的是签完之后知道的 我骗你出现 因为这你知道 在那边你都清楚了 在我的家庭里 我的妈妈是做主的 因为一开始我真的不知道 不是 我现在跟你说实话 现在小孩我不知道 但是我只知道 我妈妈现在开我的 开我的另外一部车 去找小孩去了 罗晨坦言 自己确实不知道孩子的下落 而且从协议签字 到孩子送走 整个过程 他甚至毫不知情 尽管他已经年近四十 可是他出生富裕的家庭 从小受尽了父母的宠爱 捅了娄子 总有人帮忙收拾 他天性软弱 习惯依赖家庭 即使时至今日 他也是躲在母亲身后 那么事到如今 孩子究竟在哪儿 罗晨作为父亲 又能否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呢 那你现在你告诉我 孩子有没有被送养 我可以摆一摆 肯定告诉你 你觉得有这可能吗 我不会自己 给我自己找麻烦 不是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现在起码让他知道 孩子没有被送养 你让他看一眼小孩 可以不 说了不说是小孩 不养财的问题 等法院去判 我现在告诉他 小孩在哪位置 他去看了之后 他可能会在社会上 你会说 你有什么事出来 你信不信 我说的是这样 我说是把小孩带过来 你不告诉他在哪里 好吧 我妈现在常常 你们自己给我妈打电话 把小孩带过来 罗晨强调 母亲目前人在长沙 对于孩子的具体位置 他也无从得知 为了找到孩子 记者拨通了无非的电话 时隔一个月 田芳是否见到孩子了呢 你有一件事给我打伤的 看你一下 你给我好一下 我不是不好 不是不同意 但是你唯一是我的 你扔上扔下 你干什么 你一天都要跟他打电话 你搞得他两个吵架关键 他是不是吵架关键 现在搞得什么 想把他家庭 太过分了 因为他辜负了我太多的东西 他那时候是为我离婚的 你们记着说 他对不对这种作画 首先我跟你说第一点 你自己是有家庭的 你就没有道理要求别人 为了你离婚 懂吗 你有家庭 他也有家庭 你这是破坏别人家庭 你跟他是相互在破坏 田芳天真的因为 罗晨的一句承诺 在背叛的深渊里 无法自拔 耗尽了自己的青春 最后却也难得上国 而无非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 十分固执地把家庭破裂单方面 归结到田芳身上 殊不知 正是因为罗晨习惯性地 躲在他的羽衣之下 才会接二连三地犯错 其实要过小孩的抚养权 是 那你签这个协议干嘛 我太想这个小孩了 那你签这个协议干嘛 这小孩在这里 这协议是说的是 有直接抚养 这我来教你 家里来了好多次 看不到小孩 在我的一个亲戚家里 帮我带起来 现在带在回忆上之后 不带起来 那么我的亲戚带起 与我家里带起 有什么关系 但是您协议上写的是 有直接抚养的 现在不做任何事情吗 现在就翻面到面 那你赢一个小孩嘛 可不可能 那还是我要请保姆带起嘛 是不是 我必须请保姆带起嘛 那即便 对不对 有您亲戚扶养 那上面他也起了 他是可以去看了没有 不是不允许他干 你年纪什么时候想看 我都允许他干 但是他混账的 是没有准他干 无非年之六旬 本该是想天伦之乐的年纪 可他却依旧精明能干 从家庭到事业 都有他一手操食 他自私地认为 别人必须遵守 与他的协议 可自己却能另当别论 可不管怎么样 孩子毕竟是罗家的子嗣 无非为何宁愿将孙子 交给他人抚养 也不愿归还给孩子的母亲呢 如果小孩生下来了 你不把他很好的抚养大 那叫做父母当然 我们都叫做 但是我跟你说阿姨 其实物质条件没有那么重要 有父爱母爱才更重要 父爱母爱 父爱她肯定留不到 我也知道 因为她的母亲自己有家 不是没有家的母亲 要加上没有家的母亲 是一个红光辉语 我这个孩子我不会讲什么 这是第一 第二 不想她跟养哥说 纯正为了 钱 钱 钱的人 我能够给他吗 我什么时候找他要多少 他要那几十钱 第一次要一百万 第二次要六十万 最后我们都不给的时候 就要三十万 我跟你说 他小孩他待起以后 他今天要钱 明天要钱 怎么办 罗家家大业大 无非为此付出必胜的心血 他害怕将孩子还给田方 将来会继承罗家的财产 可是成年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既然无非愿意为儿子承担责任 就不能剥夺一个无辜的孩子 享受父爱母爱的权利 在记者的全说下 无非做出了让步 那现在既然他也有他自己的权利 你也确实认为他也是有这个权利的 那今天能不能让他看一眼小孩 今天让他看 我首先要说清楚 可以 但是 是吗 我现在欢迎你见感觉 是报喜主管 懂吗 如果今天阿姨愿意让你看的话 你能不能履行承诺只是看一下 因为现在你们在上诉阶段 孩子还没有说判给谁 一切是按照现在这个协议没准的 你只是有看养的权利 你愿不愿意 今天就看一看一下小孩 但是你答应阿姨你会暴走 这小孩说我现在我自己要 你说呢 我说你 我能相信什么呢 现在欢迎你还没判决 等到欢迎判决以后 他就设计他的 他包起嘴 就在无非答应让田方看孩子时 田方却固执地要抱走孩子 田方年纪四十 可却没有基本的法律常识 无法为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 他的无知和不计后果 使得自己和孩子失之交臂 作为母亲 他又能否为孩子 做出一丝妥协 就是我现在就是说 只要求我现在来到家里是吧 我协议是现在有 直接抚养 现在小孩 正小孩 你再在家里 不再乎 你现在是不是 待在你了 那不是陪什么 你现在是不是就开庭前 今天想看一眼就可以了 是不是 是啊 我今天就是 这么一个小小的要求 我做妈妈的应该有这个要求吧 他自己说 把话说在这里了 他说的话不算使用的呢 他现在是迷糊愿意啊 他就把话说在这里了 我这是办公时 你又不能拍 拍得我好轻松了 好轻松了 打你打你就不对话 吴飞是高傲的 他不允许别人 对他有一丝的不尊重 而田方的情绪 彻底惹动了吴飞 同时 尽管田方做出了妥协 可是 由于多次言行不易 出而反而 使得吴飞 已经对他失去信任 最后 田方决定 等待开庭 用法律的武器 来保护自己 作为母亲的权利 根据我国 婚姻法司法解释的规定 那么两岁以内的子女 是归母亲 抚养为原则 那么两岁以上 十岁以内的 那么要考虑 为子女 这个成长有力的 这个角度来考虑 那么综合男女双方的 工作收入啊 以及家庭的环境 等相关因素 来综合考虑 那么十岁以上的 那么还是要遵循 子女的这个意愿 来判决这个相应的 这个抚养权最终的归属 在本案当中呢 该抚养协议 如果是双方在这个 平等自愿的基础上 经充分协商而签订的 那么该合同是成立且生效的 但是呢 如果说在签订该合同的 当时相应的这个客观的情形 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比如说像本案当中出现的 男方可能不会亲自 抚养该小孩 可能会将小孩送至较远的地方 由他人来抚养的这种情况的话 那么女方是可以收集相应的证据 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变更抚养权的 婚姻不是儿戏 感情更不应该用金钱来衡量 为了排遣寂寞 田芳爱上了一个 不属于自己的男人 违背了伦理道德 陷入一段错误的感情 同时又因为自己的天真无知 生下了这个不被众人认可的孩子 更因为自己的愚昧而导致母子分离 在此 我希望田芳能明白 孩子是你的骨肉 不是你谈条件的筹码 也希望罗承能明白 性格软弱 不是你背叛家庭逃避责任的托词 你应该谨记自己的诺言 对自己的妻子 孩子和家庭负责 不管最后 孩子的抚养权之争 结果如何 我都希望田芳 罗承和吴飞能够病除杂念 多多以为人父母的角度去考虑孩子的未来 毕竟孩子是无辜的 不管从法律还是道德层面来说 你们之间的恩怨纠葛 都不应该要一个刚出生的孩子来买单 欢迎回到由段满满牛肉冠名播出的寻情记 那今天的寻情故事就给您讲到这儿了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您拨打夫人陆角娇 寻情热线 0731-848-02-110 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 由段满满牛肉冠名播出的寻情记 有没有缘由 爱与恨 有没有尽头 情义无价值 爱无需理由 寻找一个渡口 寻找一个渡口 把自己收入